大家好,我是Mike Lin,欢迎来到Mike Lin Fitness 今天继续给大家做视频问答 这些问题都来自于你们在我的微博的留言 Mike Lin Fitness 现在就开始 这个问题来自Lars Gaga 他头像是Johnny Dad 我就一直叫Lars Johnny Dad 他说,我这个他们体质的问题 他说,关于先减脂还是先增肌 Lars的看法是先增肌 因为增肌需要很多营养来合成肌肉 其中脂肪就是重要因素 而肌肉形成期间也消耗脂肪 这也是瘦的人难以增肌的原因之一 肌肉强化了以后再进行减脂增加线条 这样对吧,谢谢 Lars,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我的看法是,还有个人的体验是 先减脂再增肌对多数的人来讲 而且最好的,一般来说 要增肌的话,最好体质降到12%以下之后 再考虑增肌 具体的原因我会详细的阐述 多个原因 第一,首先脂肪不会变成肌肉 肌肉呢,70%是水分 然后再其次大部分都是蛋白质 然后还有糖分 脂肪很少很少 而且脂肪不会直接变成肌肉 脂肪只是提供能量而已 关于肌肉的合成呢 肌肉是这样的 你把肌纤维拉断让你微损伤 然后你的身体去修复 这个过程当中用到一点能量 但是能量多数是来自于糖分 而且用到的原料是蛋白质 脂肪不会变成肌肉 第二个呢,为什么要先减脂再增肌呢 脂肪里边有磁激素 而且又把雄激素转化成雄激素的酶 所以把磁激素对增肌的不好的来说呢 就是结抗雄激素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知道 要增肌的话必须有雄激素 所以减脂呢,对于增加雄激素的作用有好处 而且这个很关键 第三,你的身体不知道你要增肌 而且我以前说过,要增肌的话 就必须有热量的摄入 要大于热量的消耗 这个时候呢,不可避免的有一些热量就要变成脂肪 但是如果脂肪在你的身体的比重比较大的话 比如说20%的比重 那营养如果是均衡分布的话 20%就要去供给脂肪 这样就不好 但是你如果减掉,把脂肪减掉12%之后呢 就是很少一部分的营养去供给脂肪 第四个原因呢,就是说 在增肌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脂肪的增加 这个时候,你会感到,肌肉增加的同时呢 也会感到越来越胖 肚子越来越多,肥肉越来越多 甚至有,我自己有体验 甚至弯一下腰的时候 绑个鞋带都觉得很难过,呼吸困难 这个时候你看到镜子里 也许都会觉得自己很恶心 很多时候你就又减,增肌增到一半 又想减脂 减了一半呢,又觉得自己好像小了 然后又想增肌 一会儿踩刹车,一会儿踩油门 这样,you're going nowhere 增肌也增不好,减脂也减不好 所以呢,我的建议还是先 多数的朋友来说,如果体质高于12%的话 还是先减脂 具体的增肌减脂呢 我说是,这是两个兔子 不要去同时追两个兔子 具体的原因呢,我在有一篇 博客发了一篇文章 你们可以去看看 我在下面也可以附上链接 最后一个原因,为什么先减脂再增肌呢? 大家都知道,bodybuilder健美的人来说 一般都有增肌期,减脂期 这也是为什么那些专业的人 他也不会说,我增肌的同时再减脂 当然有些用激素的人可以这样达到 像我们平时一般不用激素的人 我们都不用激素的人 这样是很困难很惯的 除非是特别胖的人在开始运动的初期 可能在增肌的同时有一点的增肌 像特别有一点运动基础的人 要想增肌的同时减脂的话很困难 大家知道增肌之后呢 叫bulking之后,变重了之后 要cut,把那些脂肌去的一个减脂期 先减脂的有一个好处呢 让你有一个信心 你知道减脂是怎样一个过程 当你增肌成功之后 你要开始cut的时候 你知道怎样去做 而且在这样你增肌的过程当中 即使有一点胖 也不会感到对自己感到恶心 然后又去想减脂 这样你可以有confidence in the end you'll be able to cut down 这样你会有自信 最后你能够还把减脂减下来 啰啰嗦嗦一大通 具体的最后的个人的看法 有很多文献我看过来呢 个人的体验呢 就是说最好是要先减脂 然后再增肌 但是这样说的并不是说 你就不需要做力量训练 具体的方法 先减脂的方法 也可以通过力量训练 只是饮食上要调节一下 具体呢可以看我的博客的文章 还有看我的饮食的视频 好今天呢这个问题 最一个问题我就谈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